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这章是圣经的最后一章 在神最后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看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两章 都是在讲新耶路撒冷 也就是耶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是我们永远的家 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 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当我在山上看到河流的时候 心里都非常的欢喜 特别是看到有一些河水 非常的晶莹剔透 就像在这地方所描述 生命水的河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的河水 明亮如水晶 所以生命河的水 就是最明亮的 那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源头就是宝座 是天父的宝座 以及耶稣的宝座流出来的 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求圣灵充满 求生命河的水 从父的宝座跟羔羊的宝座流到我的身上 也同样的祝福你的每一天被圣灵充满 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或者是十二回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所以每个月都会有这些生命树的果子结出来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所以这生命树呢 它不仅结果子 还可以带来万民的医治 以后再没有咒诅了 哇 在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咒诅这样的事情 只有满满的祝福 那为什么没有咒诅只有祝福呢? 因为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有神的宝座的同在 就没有咒诅只有祝福了 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 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有永远的福乐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天父跟耶稣是做宝座的 我们就跟他一同的来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接下来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结尾了 启示录我们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末日审判 以及盼望的书 我们知道神审判是留到最后 因为他一直给人机会 是怜悯人的 要来拯救人的 只有那些最后都不可教化的人呢 才会面临审判的结果 但是即便有很多可怕的审判的场景 灾祸 但是呢 却是充满了盼望的一本书 因为在审判之后 一切都被更新了 神最终的旨意都要完全的实现了 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知灵的神 猜浅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仆人 就是约翰 看那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所以他又再次的强调 在第一章也强调 在最后也强调说 只要是遵守启示录的预言 都是有福的了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伏伏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 同事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清楚的看到 天使也是完全的指向神 指向耶稣 我们单单向神敬拜 屈欺 单单要来归荣耀给他 不是给天使 不是给人 更不是给鬼魔 而是单单敬拜神 第十节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 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 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那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预言呢 因为其实听起来好像并不能够改变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知道 启示录并不是一个像福音书一样的 是要叫人靠着得救的 启示录呢 是一个预言审判的 所以他的功用跟福音是不一样的 第十二节 看啊 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我们看到 耶稣呢 是以救恩开始 他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我们 那第二次来 最后呢 是以审判来结束人类的历史 所以神总是给人得救的机会 直到最后才会有审判 神的怜悯是想审判夸胜的 第十三节 耶稣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美加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终 所以在启示录前面几章 耶稣也这样说过 那些洗尽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所以呢 在启示录 一个最终给我们的一个结论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呢 就是要洗尽自己的衣服 要穿上衣袍 要穿上白衣 就是要穿戴起耶稣基督 因信称义 同时也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来行善 这就是洗尽自己的衣服了 预备好新娘的最美的婚纱 那我们也看到 我们就有权柄 能够得到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份 就是生命树 以及新耶路撒冷城 就是我们最终的家 第十五节 成为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且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 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伪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魏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诚心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让我们要欢迎 耶稣 欢迎你来 第十八节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 生命树和圣成 删去他的份 感谢主 我们的名字 已经在生命册上了 我们能够最终 要得到生命树 也能够得到 新耶路撒冷城 作为我们天上的家 圣灵跟教会 呼召我们 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 每天呢 我们都可以来领 这个生命的水喝 就是圣灵就能够得一致 生命以及力量 我们今天在启示录里面 你听了什么 是要你遵守的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这地方 用你的启示 来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好叫我们能够警醒 好叫我们知道如何行 让我们全力的 要来信靠耶稣 称义 并且靠着圣灵 来每天行善 来行你的公义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